按照你所说,当你吃生后,身体恢复正常是否不应该吃药? 再说一次,按照你所说,吃生后身体恢复正常是否不应该吃药? 有一位朋友问我,非NHK,不知道他的情况是怎样? 长哥马上回答你,你不要陷害长哥,你累死长哥,长哥回答你,就是周生矮 第一,如果我教你这样,我这样说,可能我会犯法的,无牌行医的 有些情况可以高得的,大律师的朋友告诉我 第二,就是我这样就这样回答你,真是无头无脑 这样回答你,这样说几句是不负责任的 因为我也不知道你是谁,我也不知道你的时间情况是怎样 我不知道你吃什么药,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吃药 我不知道你的心理状态,我不知道你的信念等等等等等等 所以,不可以这样回答你 你说吃生后身体恢复正常,谁说的? 吃生后身体恢复正常吗? 什么叫恢复正常? 正常,多正常才是正常呢? 明白吗? 即是说,我们只可以说,长哥不是这样说的 现在我懂得怎样说清楚了,我想就是 吃生后,如果,吃生后也有很多情况 你先吃一下,你先吃得有多高层次 吃生后可以有十几万种不同的吃法 还有,你究竟是吃小小生就是吃很多 你投入的程度,你的信心,你的心理有多少 好了,身体就会改变这个肯定的 You are what you eat,你怎样吃的身体怎样改变? 所谓的回复正常,就是回到天然的状态 除了吃生后之外,还有很多的配合 你有没有晒太阳,你有没有充分休息 你的心理状态是怎样,你的意识水平有多高 你的社交情况是怎样,回复到什么正常程度 各个人不同,每天都不同,早晚都不同 好了,按照你这样说,是不是不应该吃药 你先说吃什么药 吃所谓西药,那是对抗性的 全世界其他医疗方式的药,就是另一样东西 就是顺其自然的,是两回不同的事 我当然不会说,你不应该吃药 以后不用吃了,当然不会这么说 但是,但是,明明什么叫药? 中医很有智慧,就是说药食同源 食物就是药,药就是食物 不是说西药那些,主要用石油产品去干扰我们身体的情况 不是说那些科学提炼出来的维他命丸 什么什么丐片 你是不是先说那些? 但是,我觉得中国医学传统很有智慧 一击即中,其实什么都是药 凡是食物,去到比较极端的情况 就是药,很简单 生姜,吃姜,姜其实是药来的 因为它是可以,你看一下食物的熟性 由寒到热,譬如这么说 姜是非常热的东西 正如榴莲一样,榴莲也可以叫它作为药来的 它有药的效用 譬如搅鼓蓝茶 搅鼓蓝茶,还有很多清液解毒那些 其实它是食品饮品 搅鼓蓝茶是一种茶 甚至薄荷茶也是 其实是药来的 因为它的属性很极端 是很寒的东西 大介菜都是很寒的东西 所以你说药 我们是说哪些东西 还有吃多少剂量 剂的浓度有多少 这些全部都是一些很需要了解的技术性的问题 搞清楚这些细节我们才可以说 还有阶段性的 所谓身体回复正常 我们就说身体整体来说 一直一直疗愈 OK 疗愈下去 去到什么程度呢 有过度期的 为了协助我们身体更加好的恢复 你又要吃多些这些东西 你又吃少些那些 那些那些 是一个过度期的 以前是开乐给你吃那些药 或者什么 譬如强哥叫你吃多些姜黄 吃多些咖喱 这样 去到一个位置 你又不用再吃了 你又可以 不用吃那么多红组 譬如这样说 就是这样 搞清楚你是在吃什么药 譬如 譬如 你是不是说止痛的药 你是不是说 令你安眠睡得好的药 你是不是说令你止痕的药 这些全部有很多很多不同的情况 或者是抑制血压的药 这些都需要有过度性的时间 你突然停了 就什么 或者吃一些东西需要一个疗情的 你中间停了 抗生素那种 又会很不行的 所以 稳稳阵阵 都是要见一下面 至少在摇拒的方式 看下你的样子 你现在的表情状态 身体语言等等 听下你的历史 了解下你的信念 我才会给少些 才会 合适的情况下 给少些我自己的意见给你 那才是负责任的 所以你这个问题 你是先一场歌的 你是陷我于不宜的 我没有意思直接回答你 很了解你为什么这样问 一时冲动这样问 不知道我这样解释 你收到多少呢 如果你觉得我可以再详细一些 跟你讲清楚的 请你再回应 接触长哥 在Facebook那里跟我联络 继续加入我YouTube的频道 做我YouTube的channel的subscriber 现在是万多了 如果你觉得长哥说这些有价值 就快点跟我联络 和多些同其他人分享 我的频道 多谢你 拜拜